懒人不对锅!韩国料理食谱! 用料 泡菜!300克!午餐肉!350克!蟹肉棒!适量!小香肠!适量!开花肠!适量! 洋葱!半个!年糕条!适量!薅子干!200克!芝士片!凉片!方便面饼!一个! 懒人不对锅的做法! 准备一个锅,最好是可以自己加热的那种,如果没有,也可以用电磁炉,总之,要一边咕嘟咕嘟冒住泡一边吃菜棒! 将洗前净的薅子干均匀铺在锅底,防止其他食材糊在锅底。 接下来,将泡菜铺在薅子干上,泡菜汁均匀浇在泡菜上,注意,泡菜不要切,撕成条状,因为泡菜撕住吃最好嘛。 将洋葱切条状,注意,洋葱起到提味的作用,而且增加了甜味,尽量不要切块,小条状又入味又契合总体美观。 午餐肉切片,鱼蟹肉棒,小香肠,开花肠,盐膏条均匀摆放在锅里,这里一定要有午餐肉,煮在部队锅里味道很棒,其他的荤菜按个人习套卡,盐膏是要放的,否则你的部队锅不完整哦。 这里的调味料很关键,我放了两勺韩国辣酱,适量蜂蜜和三勺甜酱油,其实调料是根据自己口味放的,酱油一定要放,不然部队锅口味会很寡淡。 放了甜酱油,汤汁的味道就会越煮越浓厚,调味料强健不咒久。 芝士铺在表面,开小火煮啦。 放上方便面饼,酸酸的拉面,怎么吃都不会腻哦。 这里调味料要强调一下,不用很在意排字,只要简单的这三样,味道就不会错。 小贴士。 Tip,芝士一定要放。浓浓的奶香跟泡菜味道绝配。而且会让汤汁更浓厚。如果没有芝士,放点牛奶也行。但是要少放啊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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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